另外来看到总统夫人权周美清带着女儿马维中 在蔡国强以及严长寿等人陪伴之下 中午是来到了花莲的月来饭店来用餐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了蔡国强跟严长寿 跟胡德夫等人率先下车 接着就是周美清以及马维中 民众看到了总统夫人周美清来到花莲 都是大声的打招呼 而周美清也举起手热烈回应 为了要迎接夫人的到来 所以饭店特别准备了当地的特色菜肴 而根据了解周美清一行人 在午餐用完之后也是继续留在花莲 而至于本来预定 马维中是在今天傍晚的六点半的飞胶离开台湾了 现在的最新消息是也确定 马维中会延后回到美国的时间 而在今晚上将会先住住到花莲的饭店